我一发穿吊带裙的照片就姐妹问 皮肤管理是怎么做的 这不马上秋冬了吗 护理就得这个时候抓紧时间做 明年夏天才能美美的 那第一步就是脱毛嘛 秋冬脱毛春夏享受 而且很多人不知道脱了毛之后 皮肤抹身体乳也会更好吸收 还可以防止用了寒烟纤胺的身体乳以后 皮肤长毛 像之前没接触脱毛仪的时候 只用刮刀毛越长越粗 尤其夜夏还越刮越黑 找个机构脱毛吧 一周跑几次真坚持不了 还担心外面的设备不干净 其实这些问题 一个家用脱毛衣就能解决 但脱毛衣的水是真的 我试用过朋友买的那种几百块的 那种灼烧感 真的这辈子不想再用第二次 看其他博主分享也做了好多功课 就入手了一台U-like脱毛衣 用了之后真的是相见恨晚 终于知道为什么提起脱毛衣 第一个都会想到U-like 连续七年销量爸爸 这么多人买不是没道理 它是有三甲临床报告结论认证的 使用效果和美容院那些大型仪器差不多 这不是把美容院帮回家 想拖哪拖哪 想什么时候拖就什么时候拖吗 刚用的时候你就一周拖两次 然后慢慢的一个月拖一次 我现在基本就是两三个月拖一次 还维持得很白净 看现在毛囊是不是都看不到黑茶子 整个皮肤滑溜溜的 而且它的使用感受甩那种几百块的几条件 冰点脱毛衣真的不是谁都能乱叫的 U-like脱毛衣是美容院同款蓝保湿冰点头 拖完全身出光口温度 还是保持在20度以下 全程冰冰凉凉的 不用担心会有灼烧感 每次使用时打开智能联闪模式 差不多10分钟的时间就能拖好全身 拖毛衣还是属于一个耐用品 所以你要买就买有品质的大牌 比你乱买一些平替 最后浪费钱划算多了 然后我一般拖完毛隔一天 涂上磨砂膏打圈按摩 洗掉在后涂美白身体乳 用保鲜膜覆盖隔10分钟 是不是白净很多 当然这些都需要你坚持去做哈 一段时间后呢 你就会发现皮肤白白嫩嫩 嘟嘟嘟出片 关注辣鸡日哟